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这个时候也会很多人感觉到自己的手脚冰凉 尤其是女性和中老年人 即使穿得很厚,身体热了,手脚还是没有什么温度 睡在被窝上,午上一夜也不怎么热 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身体虚弱 因此我们除了要多穿衣,注重保暖 还要多吃一些有利于滋养,补气,养血的食材 来进行调理身体 而红薯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粗粮 在南方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 别的地方秋季也会很常见 特别是到了冬天,时常会在街边摆摊的烤红薯 其实红薯不单单是好吃 它还是有益身体健康的食材 红薯中含有胡萝卜素含量很高 现在这个季节的红薯香甜软弱 营养很丰富,怎么做都好吃 经常吃红薯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 尤其是对女性朋友 红薯中还含有维生素液和抗氧化物 有助于抵抗制油肌的侵害 也缓皮肤衰老,保持皮肤弹性有关折 用红薯搭配以下这几种食材一起吃 堪称是美颜佳品 它不仅味道美味可口 而且营养价值极高 被誉为是天然的萨椒 如果您也经常手脚冰凉 想拥有红润、气色和健康脾胃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一定要收藏好 我们购买红薯的时候要选择这种红薯的 去皮后把它切成块砖切好 先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颗红枣 用剪刀将红枣剪成红枣钉 红枣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食材 除了被用来烹饪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作用 那就是补气羊血 红枣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尤其是铁和维生素C 能够促进身体吸收和利用铁纸 同时红枣还能够清理血液 增加身体免疫力 让气血顺畅 使整个身体更加健康 红枣的话它不仅对身体有好处 对身体的皮肤也有很大的作用 红枣中的维生素E和铁字 可以增加血液循环 促进皮肤健康 使皮肤光折红润 而红枣中的胶原蛋白 可以帮助皮肤保湿 促进皮肤新陈代谢 使皮肤更加的细滑 有弹性 它不仅可以作为水果或零食来吃 还可以烹饪 而且还可以作为皮肤护理品 如果每天泡一杯红枣水 加点蜂蜜一起饮的话 坚持喝 能使肌肤得到滋润和养护 红枣可以补气血 还能美肤养颜 如果我们将它融入我们的生活中 可以从内到外 滋润养护身体 拥有健康透亮的肤色 接下来我们再切两片生姜 生姜的话选用老姜 不需要太多 也不需要去皮 只需要切成薄片就可以了 两到三片左右 生姜中含有铁和铁等微量元素 经常的吃一些生姜 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让体内的寒气消散 同时注入一股温暖的能量 特别是在寒冷的季节 经常手脚冰凉的人 如果用生姜泡一杯姜茶喝 不仅能够趋走寒气 还能够让你整个人都充满活力哦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块的红糖 大家都知道喝红糖水 具有补充益气 健脾胃 卵胃等功效 尤其是女性生理期 十分容易出现痛经症状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经常会因为气血不通 出现痛经 手脚冰凉 饮用红糖水 不仅可以快速使身体暖活 活络气血 还能够使月经更顺畅 如果女性经常月经期间 出现头晕 乏力 精神不振 气色不佳 嘴唇发白 那么就可以多用红糖 冲水喝 来调理身体 红糖具有很好的补血功效 能够改善气色 使脸色红润 还具有非常好的排毒和润肺功能 接下来先把红薯和红糖 红枣生姜一起倒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扣盖先将它们煮15分钟左右 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来剥两个鸡蛋 鸡蛋是我提前煮了10分钟的 气血不足 在中医是一个常见的体质问题 指的是体内气和血的不足 可能会导致身体功能下降 和一系列不适的症状 那在日常生活中 多吃一些含铁的食物 铁是构成血红蛋白的主要成分 对于补血 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可以多吃鸡蛋 鸡蛋它是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材 蛋白质是构成人体 组织的重要成分 对于补充气血 有很大的益处 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人体吸收率是高达90% 它的氨基酸含量和人体 完全摄入的体量也是差不多的 吃鸡蛋能够帮助美容养颜 尤其是女性容易缺乏铁 鸡蛋就是用来补充铁元素的 可以滋补气血 补充益气 经常吃 整个人的脸色都会越来越好 鸡蛋我们去咳以后 就用牙签再表层 密密麻麻的给它扎上一些小孔 这样更方便入味哦 这个时候我们的红薯已经煮了有10分钟了 把扎好孔的鸡蛋倒进来 再加入傍晚的老黄酒 特别是冬天 每天适量吃一点老黄酒 能够补气羊血 自然脸色就好了 说起黄酒 男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黄酒不仅是春节的时候喝 也是女性产后坐月子的 补血佳品 黄酒至今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 她补气羊血 效果是特别好的 所以一直深受女性朋友的喜爱 尤其是冬天经常手脚冰凉的人 一定要多喝 晚酒加进来 扣盖继续煮上10分钟左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 在下方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 10分钟后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鸡蛋已经很入味了 红薯也煮得特别软烂了 像这样就可以关火 装碗开吃了 尤其是经常手脚冰凉 不管是女性朋友 还是中老年人 都可以煮来喝 对于缓解手脚冰凉 和身体寒气比较重 气血不足的 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当做早餐 不仅可以饱腹 还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 喜欢的朋友 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